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们在每个地方每一个社区经历的故事 或是在社区帮社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所以今年真的是样貌非常的多元很精彩 我先来请教一个就是说 你有感觉近几年的学生 他们在使用这些数位工具 以及他们在接触影片剪接的时候 比以前以前的学生还比较容易上手 我觉得今年同学真的很厉害 有一点我真的很惊艳 因为每一组学生都会被我们要求 你蹲点在社区的每一天 都要写你的部落格 那部落格就是又可以放文字 又可以放影片 所以就被我们要求说 你每天都要写500字的文字 还要完成一篇每天的小短片 结果我发现 今年每一组学生拍的每日短片 都好像网红 非常的专业 现在我们不是看YouTube 看Yahoo 都会看到很多一些网红越来越红起来 很多人关注他们的影片 我觉得今年同学拍的影片也是这么好看 所以非常推荐听众朋友们 如果有空的时候 你在滑手机 就可以上我们蹲点台湾的部落格 看看这些学生每天拍的影片 可以从里面看到 每个不同的社区 在当地有一些特殊的景色 美食 非常的精彩 就很像 现在其实流行一个名称叫做Vlog 就是说每天的生活影片 所以听众朋友听到人在说Vlog 你不要说你不知道 我们这边有说 那他们就很像那种Vlog的形式 就是去把他们每天的生活 还有现场居民的这些生活 把他记录下来 也真的很了不起 每天拍 然后呢 之后还要产出一支 就是完整的纪录片 好忙哦 你怎么这样虐待他们 真的 他们每天都大概半夜三四点才睡觉 有啊 上一次的来宾 他有说 那些学生有说 他说他都早上五点 又在加评 但是都早上就起来了 因为要去访问阿公阿嬷 对都没三个睡 不过他们两个也是很高兴 不知道在高兴什么 好 那这一次呢 有没有什么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在执行计划的时候 确实我们每年就像文婷讲的 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我们今年就有跟有一个团队 叫做5%Design Action社会设计平台 5%其实就是5%的意思 这个团队的初衷就是想说 我希望可以召集很多对于参与社区事务 公共事务有兴趣的这些设计师 用你的业余的5%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帮社区做点事情这样 虽然设计师后来也有感觉到被骗到 因为也不是只有用5% 真正有投入大概就变成500%这样 对 那我们找这个平台一起来合作 主要是希望可以让这些专业的设计师 来当我们这一群顿点学生的辅导老师 对 因为这些设计师他们独到的眼光 可以跟着学生一起去看见社区 我们在地真正的需求 对 看到真正当地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啊 困境啊 那跟着学生一起去发想解决方案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生活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发现说 其实我们的社区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东西 因为你觉得那个就是平常 平常是我在吃的 平常是我在玩的 平常是我在看的 就是很普通的 可是你不知道在外面的人 或者是设计师的眼光来看的话 它是非常特别 而且是可以发扬光大的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师进到我们社区 再加上这些学生一直拍片 还有写部落格 把这些特色宣导出去 其实对我们所有的数位喝出品来说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这一次呢 他们参与的社区有哪一些 我们今年也是选了三个据点 一个是彰化西州赤彩批尊产业文化协会 还有一个是在屏东内浦乡的黎明社区 另外一个是在屏东的高市部落 对 那我想黎明社区 提供评论应该也是很熟悉 因为我们上一集的节目 就是邀请到去屏东社区蹲点的学生来分享 对啊 那我觉得其实就像刚刚文婷有讲到 黎明社区这边啊 有一个很特殊的在地的特色是 昂骨柜 对 而且当地有一个 很特别的是有一个叫做博士柜 就是你如果有吃柜 他的昂骨柜 你就考试都会中啊 包中的意思 对 那但是 现在社区现在要做社区营造 做在地创生 他们就在想用什么社区特色啊 那这个特色就是学生有看到 设计师也有看到 真的是可以好好发扬广大 的一个特色 所以他们就一起去帮社区来设想 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去推广这个昂骨柜 嗯 所以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说是你叫他在地的人去想 他可能觉得啊 这个我们就是平常都在吃啊 可是加进了这个设计师 加进了学生 他就变成一个创意的昂骨柜 因为上星期的节目里面呢 那些学生有跟我们说 他们说昂骨柜那个阿嬷 做博士柜那个阿嬷 已经年轻比较大了啦 他现在也没什么在做昂骨柜啊 可是呢 他们就召集所有的长辈 一起利用在地的食材 去做创意的昂骨柜 这个就是他们的特色了 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是 在屏东的高市部落 那他们在高市部落那边 也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了 其实当然只要是部落都会有一些 很特殊的一些传统的部落文化 比如说会有酿小米酒这个部分 对那所以同学们就是也在过程当中 帮忙把这些部落文化啊 这些传统会做的这些事情啊 用影像记录下来 希望可以一来在部落里面 可以继续传承这个技术 那也可以让部落现在的年轻人 小朋友知道说 为什么部落会想要来酿小米酒 这个其实不是因为小米酒很好喝哦 是他有一个部落文化的 这个脉络在里面的 对那当然也可以让我们一般大众 也可以从中知道这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就是现在 有很多部落的年轻人 虽然他在外面求学 但部落还是很希望年轻人可以 渐渐的回到部落来 帮部落的忙 那甚至是用年轻人 现在知道的这些新科技啊 新的这些数位的这些技术啊 来帮忙把部落特色留下来 传播出去 所以都很希望可以有部落青年返乡 那所以现在这个5%的设计师 跟登典学生 还有跟部落的朋友 一起在做讨论的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部落青年更愿意回到部落里面 然后也让这些回到部落的青年朋友们 可以更快的融入到整个部落的生活里面 很有意义 因为其实偏乡啊 部落这些地方 最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青年不要回来 就是剩下老的 剩下小的 然后中间那一块通通都不见了 因为你很少来嘛 就难得来我们节目 分享一下今年的一个成果 你观察到的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成果就是看到这一群参与其中大学生的成长 都可以在他们不管是在部落格 或者是 蹲点完毕以后 他交给我们的心得里面 都可以看到这群学生 他们描述到说 原本我可能是在一般都会区 长大的孩子 但是当我去这一些蹲点的社区里面 我看到了很不同的样貌 体验了很不同的生活 然后也因为这样跟在地的人 在地的土地有更多的连结 那其实这些对学生们来讲 都是很大的一个成长跟收获 那对于我们刚刚提到5%这一块 其实学生们跟着这一群设计师 一起去做社区的观察 然后一起去讨论社区的提案 就很像学生提早去业界实习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这些设计师真的都是在业界已经工作很久的 非常专业的这个设计师 他们愿意花时间来教导同学 有哪一些技术 有一些美感去做这一些田野调查也好 或者是去做影像记录也好 或者是说后续的这个企划的部分也好 所以可能我们一开始看到同学们 比较不成熟的这个社区提案 这个企划案的长相 他可能就是比较不符我们一般讲的那个格式 但是当经过了设计师的指导之后 他们再提出来的这个企划案 感觉就真的好专业 已经可以去申请补助的那一种 那真的很厉害 那这一次我们的喝醋宾们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其实我可以提一下 像是刚刚有一个社区还没讲到 就是我们跟5% Design Action 今年合作三个据点 还有一个据点是在西州的 赤载批证产业文化协会 对那其实我们从去年 就开始尝试跟5%这个平台 5%这个平台有这样的合作 那西州去年也是其中一个据点 今年也是 经过了这两年 那西州这边的伙伴 他给我们的回馈就非常的正向 他是跟我们说 其实在跟设计师这两年的 慢慢的讨论当中 其实对这些在地的工作者来讲 他也越来越清楚 自己在当地要怎么样推 他们本来在做的事 对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他们本来也是希望 可以借由田调啊 去把我们这个乡里面 很有特色的这个浊水溪的文化 把它保留下来 但保留下来以后 我们还要让村子里面的人都知道啊 他就想很多方法 那其中一个方法是 那不然我把这些田调 可以转化成什么资料 让我们乡里面的小朋友 国小的老师 可以用这个当教材来教小朋友 这样也很棒 对 那但是要怎么样 把这些田野资料 把它翻译成 老师看得懂 小朋友看得懂 就很有挑战性啊 这个真的就要设计师来帮忙 对 所以像今年他们就 让我们的设计师跟学生 一起来思考这件事 所以学生呢 我先预告一下 他们就是有想的一个方案是 做成一个小手册 好像闯关游戏这样子 对 那来到西州的朋友 或者是西州在地的朋友也可以 我们就是看着这个手册 就在乡里面 村子里面 去做这些闯关游戏的感觉 就可以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去认识在地的特色 哇太棒了 就是好像在买 玩游戏这样 那就不会像就是平常我们如果去上课的时候 他会说 这一堆 它是什么地方 那一堆有什么特产 你根本记不过 因为已经睡了 可是 这个是用游戏的方式 你就会很想知道 下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聪明哦 这个真的是设计师介入之后 一起讨论出来的 那所以呢 中华电信基金会也是有心啦 找到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团体 跟单位 然后这个单位呢 就是还不只用5%的时间 投入在这个里面 大家都是希望台湾可以更好 对不对 好 这里也还有一些话题 想要来跟谈众朋友分享对吧 其实我们每年到年底 都会有一个 敦点台湾当年度的一个成果发表 所以像我们 学生们是七八月去敦点嘛 敦点回来以后 就开始教功课啦 包括他们有被我们要求 很辛苦的感觉 就是要教教他们的心得 我们才知道他们哪边有成长啊 对 然后他们还有一些 包括像是讲说 有一个完整的纪录片啊 或者是除了纪录片之外 有人还很有心 做的其他的一些创意的形式 比如说创作的明信片啊 或者是其他很有趣的一些成果内容 那我们会把这些成果 陆陆续续的集结 在年底的时候一起做发表 所以听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的来期待哦 年底我们就会有做成果发表 到时候再欢迎大家来看 也就是说 我们下一次再见到嘉宜的时间 就是年底了 是这样吗 可以预告 11月有精彩的活动哦 好 那到时候我们就期待 11月这个精彩的活动 然后到时候也一定会来跟听众朋友报告 我们活动的时间 那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 如果你很想要比其他人更早知道的话 你可以关注点台湾的粉丝专页 上面都会有我们 不管是蹲点的学生的一个进展啊 后续啊 或者呢 是基金会这边的一些后续的活动 都可以让你拿到第一手的消息 好啦 那今天先谢谢嘉宜咯 谢谢大家 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来访问我们蹲点的学生啦 这一次的蹲点学生呢 他们去哪里蹲呢 他们到了云林麦寮 等一下一定要记得回来收听 欢迎回来四位喝醋瓶 我是文婷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 我们邀请的是去云林麦寮蹲点的两位大学生 我们先介绍他们出来 第一位是政大风管与保险系的陈文媛 文媛好 哈喽大家好 那另外呢 是我们政大传播学院的阮佩慈 哈喽大家好 我们一般刚开始的时候都会问说 到底是谁找谁去参加蹲点台湾这个活动的 那你们两个是谁先开始的 我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有想要参加 可是过一阵子就忘记了 然后呢 后来在他的IG上面看到他在找人 然后我就问他要不要一起去这样 哦 现在都是在IG找人这样吗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先聊一下好不好 我们两个是在政大有一个单位叫新生书院 然后我们两个都在里面担任辅导员 就是帮新生做一些事情 然后就有一些小的合作就联系上了这样 所以其实你们以前也不认识 是到大学才变成朋友的 然后两个都想去参加蹲点台湾这个案子 所以就算一拍集合吗 嗯 算吧 然后就这样去了之后 现在有后悔吗 没有耶 没有后悔 从来没有后悔过 所以觉得这15天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用三个词来形容 哇 哇 算一个吗 好 你要算一个也可以 我印象最深的绝对是睡不饱 哦 睡不饱 因为我们的团名叫卖聊一天15小时 然后我们是希望可以一天睡9个小时 工作15个小时 然后后来发现好像变成卖聊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 好 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说 你们在那边做了哪些事情 那刚刚讲的是一个哇 然后一个睡不饱 还有一个呢 人很好吧 人很好 好 这是你们蹲点的三个形容词 那我们来讲一下 你们部落格叫做卖聊一天15小时吗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对 就是一个很图立自己的一个团名 想要睡饱 其实也跟15天有关系啦 就是想说15可以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去这边15天这样子 嗯 那你们出发之前啊 就是觉得卖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因为大家想到那里都会觉得 那里是算云林的一个奇葩的地方 云林都是种务农嘛 但是那边是工业用的地方 就工业重镇嘛 那所以你们当初想要去之前 你们对那里的印象是什么 讲到卖聊后面接的两个字 一定就是六亲 对 所以最一开始对那边的印象也是六亲 嗯 可是因为要出发 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查一些资料 然后也因为跟那边接洽的伙伴 是玩具无头帮 嗯 所以就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才知道 有人在卖聊做一些跟环保有关系的事 嗯 那佩慈呢 你去那边觉得跟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会想到六亲嘛 然后我就以为 因为我是过敏宝宝 就我以为我到那里 我准备了很多包 大包的卫生纸 我觉得我会过敏到死 结果就发现 诶 其实好像也还好 就是那边的状况 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 而且真的到那边之后也发现 其实有很多当地的团体啊 或者是学校的老师都很用心的 在做一些改变这样子 嗯 所以那个地方 对于你们来说 其实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嘛 那这是你们第一次院吗 应该算前三次院吧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去那边 我们 嗯 有一点好奇就是 他在简章上写的是 玩具无头帮 是跟环保有关 嗯 然后卖聊又是 讲到工业嘛 六清工业这样的部分 嗯 然后我们就想说 这两个东西怎么会扯在一起 所以就想 就是 有点像带着好奇去看看 嗯 然后又觉得环保 玩具无头帮这个东西 是跟小朋友有关 然后我们两个都对小朋友 算是 还蛮 喜欢的 嗯 干嘛要顿地 就很喜欢小朋友这样子 好 所以你们 想要去就是因为 玩具无头帮这一个单位 所以你们觉得很好奇吗 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 买要聊文化协会啦 我们先来讲一下说 你们去那边 你们看到的卖聊的特色 有哪一些 我们先请文元来讲好了 我们第一天去那边 就认识那个建成 嗯 大哥 嗯 他就 第一天就带我们去吃 一个叫鳄鱼餐包的东西 啊 对那边的特色 对 然后以前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 我就觉得食物还蛮特别的 嗯 可是我们来唤起一下听众朋友的记忆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你们来讲一下鳄鱼餐包 它的口感 还有它的长相 好不好 它是真的长得像鳄鱼吗 还是怎么样 它其实是叫口蜜餐包 然后口蜜是从 花生的台语 谐音过来的 嗯 然后形状其实很像水饺 嗯 就很像炸晶圆包 可是里面吃起来是 咸咸甜甜的这样子 嗯 鳄鱼餐包 它其实主要是 因为以前的人 他可能务农 或者是要出海的时候 不方便带点心在身上 所以当地的人就发明了 这样子的一个餐包 让他们可以随身攜带 然后也不会饿到肚子 这跟大家就是 科普一下这样 好 那我们讲到说 那边你们有吃到鳄鱼餐包 然后还有呢 还有什么样的特色 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的 嗯 那边还有一个 很老的妈祖庙 叫拱范宫 拱范宫的分支下来 又有东南西北宫 这是我们觉得 还蛮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这样 走在街道上就看到说 诶 有正东宫 然后又走走走 诶 怎么有正南宫 然后我们就开玩笑 跟那个建成哥问说 该不会有正东西南北宫吧 他就说有啊 真的 对 就是那个有点像是 妈祖 然后下面就一直 狭下有这么多宫吧 分庙吗 分支 我觉得也不算是分支 就是里面供奉的 不是什么妈祖的分领 是其他的神旨这样子 嗯 尤其是正东宫 嗯 好像就是这样下来的 嗯 对 然后后来才有了 有点像正煞吧这样 嗯 所以那个地方有 东南西北宫 嗯 哇 那所以他是整个围绕着这个村庄吗 他也不是完全按照东南西北的方位在排例 嗯 就是 好像本来有 可是后来有一些有迁移 所以就没有那么正了 好 那个地方 你们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就是他到底是很乡下 还是其实还好 就是一般生活机能的状况是如何 我想象的云林是一个就是农业大镇 嗯 就是当初怀抱着可能会生活很不方便的想象过去 嗯 结果到那边发现 哎 就是走几步就 也没有走几步 就是便利商店有 然后全联也有 很大的全联 然后生活机能也算方便 然后吃的东西甚至是24小时的营业之类的 哇 所以他其实 感觉上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 就是一望无际的铁拿之类的 所以他也还是一样 有很好的一个生活机能 那你们当初原本想说去那边生活不方便的话 有带了很多泡面去吗 有 然后还有运那个摩托车过去 结果就发现根本不用骑 因为就都很方便 然后而且建成哥如果太远的话 也会在我们这样子 哦 那所以还好 那讲一讲那边除了一些信仰中心 让你们大家印象深刻之外 还有呢 像那边也会有戏院啊 独立书院这些这样的地方 所以其实他文化的感觉还蛮浓厚的 金城戏院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是 我们刚到那边 那个接洽的理事长就跟我们说 好像就是 金城戏院以前是拱月社 在那边演出 然后后来因为废弃掉 然后又因为产权的问题 所以其实不能拆 也不能做什么处理 对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天有空的时间 进去看看 所以那个地方是可以让人家走进去看的 是可以 但是他其实蛮危险的 像我们要上去二楼的时候 就觉得说 好像走两步那个楼梯会整个掉下去的感觉 对对对 OK 所以但是他那里是一个好拍照的地方吗 很好拍 我们拍了好多 所以他那里算是新的 网美打卡生地这样吗 网美要穿 穿防护罩去 那边蚊子很多 因为他已经算是一个废弃的戏院 然后就天花板有破洞 所以雨水什么的都会进来 然后蚊子在那边 应该算是他们的大本营吧 所以去那边还是要 注意那个蚊虫的问题这样 好啦我们讲到这里 讲到开始来讲 我们这一次的那个 数位喝醋冰 别要聊文化协会 它就是你们刚刚讲的玩具乌托邦嘛 你们刚去的时候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有没有吓一跳 因为他那边主要是回收很多的二手玩具 把一些堪用的 在清洁消毒之后 再给其他的小朋友玩 不堪用的 他们就把它分解回收嘛 你们刚开始去那边的时候 你们看到那些玩具 心里是什么想法 真的是很多 而且一开始会想象说 这边应该会很脏乱 可是大家都是丢一些 家里不要的玩具来嘛 然后感觉就会一堆一堆的 然后很脏啊 然后可能会有甚至会有一些蚊虫这样子 但是那边负责清洁的那个大姐 他就是秉持着 对自家小孩的那一种心 所以他就是很用心的在清洁 然后就一叠一叠的叠起来 很整齐这样子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当中 整个仓库堆的满地都是 然后很脏乱的感觉 它是整齐的 整齐但是满地都是 也是满地都是 就是很多 因为太多了 对对对 那你们这次主要去做了哪一些服务 我们到卖寮中学 就是带着学生自由书写 自由书写 讲一下自由书写是什么好不好 自由书写其实有一点像是 因为我们平常的会讲到自由书写 其实就代表有一部分的书写是不自由的 比如说我们平常写作业啊 然后可能写自己的名字 那个也是为了给别人看 那甚至说你写情书 也是为了博得对方的好感 所以自由书写其实就是 希望可以绕过意识 或者是躲过现实的限制 让思绪进入一个比较奔放的地方吗 然后就是进入一个比较奔放的地方 然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当下的反应情绪全部写在里面 然后从里面可以找到一些 也许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关于创造力的东西 所以当初你们去那边服务的 这个任务是谁帮你们安排的 任务的话是那边的理事长说 希望我们可以协助这个教案 然后我们就跟负责规划这个教案的同仁 讨论出来他们就决定说 那其中一个教案就让我们来带 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自由书写 去了解说究竟这一群中学生高中生 他们对于环保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里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成长背景 然后而且现在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多 他们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个 后来有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我们觉得中学生跟高中生就是一个 自己的想法还没有很成熟 但是他会不断的听到别人的意识形态 然后去改变自己的想法 慢慢慢慢的他很难去讲出说 到底他对环保是什么样的想法 到底他对现在的政治什么之类的 是什么样的立场 他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自由书写 让他们很自然而然的去靠近自己的心灵 然后去讲出说那他对于环保 对于永续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样 结果呢 结果的成果是如何 一开始我会觉得好像讲这个议题 他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 环保一定很多老师都讲过 对 可是后来就我们边讲边带自由书写 他们有时候给的反应会从一开始 不当一回事 或是好像在嬉闹一样 然后后来可能会慢慢的变成 就是会专心听你讲话 然后偶尔提个问题 甚至说问你老师你明天会不会 下个礼拜会不会来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到最后还是有走入他们的心里 然后真的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吗 那你们除了说带了自由书写之外 还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有去胡伟的家庭亲职教育活动 在那边摆摊 跟着玩具乌托邦摆摊 然后主要就是二手玩具的 就是交换活动 交换乐捐活动 如果你有带玩具来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用玩具来交换 但是通常大家都不会带玩具来嘛 所以有自由随喜乐捐 就是你投五块十块也可以 但就是希望说你可以用一个珍惜的心 然后把这些玩具带回去这样子 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叫做玩具总动员 你们有看吗 因为他第四集里面就讲说 很多玩具其实小孩子大了 大了以后这些玩具要去哪里 然后因为玩具就很喜欢陪小孩子玩嘛 因为那动画里面的设定是这样 所以呢他们就会觉得玩具就很可怜很寂寞 然后就会到二手玩具店 或者是玩具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样他也是在讲一个玩具的 之后回收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就让我想到说 你们在做的事情跟那个电影 其实有一点点像 我想那些玩具如果回到 适合他的小朋友手中 应该也会非常的开心 好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回来 再来听听听听 他们在那里发现什么 欢迎回来四位好处朋友 我是文婷 今天我们要来找听听朋友 有他的地方是我们云林麦聊这边 我们先邀请两位去蹲点台湾的大学生出来 他们分别是陈文媛 文媛好 哈啰 大家好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阮佩慈 佩慈好 大家好 好他们都是正大的学生 这一次呢就是他们参加蹲点台湾的活动 然后到了云林麦聊这边 他们刚才说他们的部落格 叫做麦聊一天15小时 是因为他们希望只要工作15个小时 剩下的就可以睡觉了 但是其实好像没有 都一直在工作 所以刚刚讲到说 你们两个去带了自由书写 然后呢去参加了这个乌托邦的计划 然后还有就是带这个玩具去参加这种乐捐的活动嘛 二手玩具乐捐的活动 可是呢这15天应该不只做这些事吧 你们应该还有做其他的事吧 因为每天好像都有拍影片 然后还要之后产出一个纪录片 那你们拍片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拍了很多影片嘛 然后我们其中蛮有印象的一个影片是 我们拍了一个号称全台最年轻的雕刻师 他叫做林圣源 然后也算是做一个纪录片的练习 所以我们就把他的这个故事 用纪录片的方式去拍 然后因此呢就是每天都会到他家去捣扰很久这样子 最年轻他是几岁 26岁 26岁还是最年轻的雕刻师哦 对但是重点是他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 25岁 25岁 因为刚刚偷偷跟我比说是25岁 减几岁有差吗 可能虚岁26吧 好反正就是他已经有10年经验的雕刻师这样 那为什么他当时会走向这一条路 他说就是因为从小在家里面耳濡目染 然后看爸爸妈妈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后来到国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越是越觉得自己可以做下去 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 你们当初怎么会找到他 也是透过理事长就是带我们去认识他 然后听说那里有一条雕刻街是不是 对 就是因为那条街就是都是在做神像雕刻 然后好像是因为1970年代因为经济起飞 然后大家乐啊六合彩什么的都很兴盛 每个人都会忍守带一尊神像 希望可以保佑他们中奖 可能这尊不灵验那就再换一尊这样子 所以因此就有一个雕刻街的产生 但是他们都主要是在雕刻神像的部分 那这一个最年轻的雕刻师就从十几岁就开始做雕刻了 那你们在访问他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其实他是一个蛮务实的人 所以我们原本希望可以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结果我发现他的心态是一些很成熟 非常的成熟 所以就 他很成熟稳重 所以就会讲很多人生的道理 然后我们去那边就有一种浸泡在佛法当中的感觉 感觉在听什么法师弘扬一些道理这样子 那也是一种成长啊 那你们除了拍他还有拍其他的部分吗 因为我们就是那一开始就有跟理事长讨论说 我们希望每一天的记录都可以呈现一点不一样的卖料出来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拍很不一样的东西 像是我们有介绍鳄鱼餐包啊 然后圣园也是一个 我们也有介绍京城戏院 我们有一天是跑了大概三个地方 但三个地方都铺空 一个是货柜市集 一个是月光下的友善农场 还有一个是台塘旧办公室 但其中只有台塘旧办公室是一开始就预先知道会铺空 因为那个地方是开花的季节是 就是春节前后 他那个屋顶会开满橘色的泡上花 很漂亮这样子 算是网美打卡顺地吧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想去的话 就是最好是挑过年前后 那就可以去那边玩一玩 春节的时候安排一个时间去玩 那那边呢就会有 你刚刚说是台塘的旧办公室 就会有那个涨满泡上花 就可以在那边拍照 应该就非常的漂亮 然后你们每天这样子拍当地的特色 有时有刷七头吗 其实我觉得拍的过程就很像在玩 因为会先玩到觉得很好玩 然后才会想要介绍给别人 就是说这边有那个很漂亮的地方可以拍照 或是这边有很好吃的鳄鱼餐包之类的 这也是其实是敦点台湾 希望你们做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把我们在地的产业跟特色 介绍给所有的人 那你们在那边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 白亚聊文化协会 他除了玩具乌托邦这个计划之外 那边当地也有在推动一些绿能啊 减缩这样子的一个专案对不对 嗯就是其实当地有一个 我们这次去敦点的地方 叫做卖仔聊文化协会 白亚聊文化协会这样子 然后他们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举办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 像是哲学星期五啊 然后在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 举办了第一届的微测角落的活动 就是希望可以营造当地的一些气氛 然后他们很多活动 其实都是围绕在 他们希望说 既然卖聊这个地方 有六清这个产业 它是一个生产塑胶原料的地方 然后也让台湾 作为一个塑胶原料的出口地 创造了台湾10%的GDP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 那同时也希望可以赋予卖聊 另外一个精神就是 那能不能我们也来做一些 塑胶的减少跟消灭 所以这一整个计划跟精神 就叫做塑起塑灭 塑胶在我们这里起来 那塑胶也在我们这里灭下去 这样子 嗯还蛮棒的 环保议题是 我觉得是现代人终身的一个议题 那讲到这里呢 你们这样蹲15天下来 有没有什么想要感谢的人 其实每个路上遇到的人都帮我们 就是不管是小事或是大事 他们帮忙我们都会觉得很感谢 因为他们没有义务要这样做 或者是 比方说理事长 他让我们住在那边 然后可以去接触这么多文化 然后建成哥也带我们去很多 我们可能本来不知道 有这个地方可以去 然后方玉也带着我们认识玩具 乌托邦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还有柔化杰 他清理玩具的时候 就跟我们讲了很多 就是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可以感受到 他把那些玩具当成自己的 就是小孩要用的玩具在对待 很认真的在清理这样 甚至还有那个小朋友朱可可 他很好笑 他因为我很怕蟑螂 然后他后来看到我就是 他就会大声叫我 怕蟑螂的姐姐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我的名字呢 就是可以叫我的名字啊 怎么直接变成蟑螂 好 所以在那边其实感受到的是 更多是人情的可爱 那所以你们这次回来之后 有想说什么时候 要再回去看看吗 我们原本有约说 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时候 刚好没有遇到 炮炸花的盛开的时间 然后又加上精神大戏院 我们那时候碍于蚊子 所以很多地方没有拍到 你知道就是真的太痛了 然后又太痒 所以我们就赶快逃离 所以我们有约说 冬天的时候 看能不能一起去精神大戏院 再去拍一次 然后一样就是再去一次 炮炸花盛开的地方 其实我们离开的时候 当地也有一些伙伴 就是也有哭啊 然后就是觉得 很难过 很伤心的不舍这样 然后我们就有 为了安抚他们 我们就说 好啦好啦 那冬天再回来 但你们自己呢 也会觉得那个地方 对你们来说 是什么样的地方 是我会想要回去的地方 因为虽然只待15天 可是觉得很像 就是已经已经很熟 这个地方的很多东西 然后虽然好像是去玩 可是会变成说 不是下次去就不是去 是回去这样子 而且我就是前几天 才在跟文员分享说 就是我们原本有跟着 那个理事长去很多地方 然后有跟理事长去 那个许措分校 就是那个地方是一个 离六清工厂很近的地方 然后他常年就是一直在吵说 这个国小到底 可不可以在这里啊 因为空气品质的问题 或是什么的 然后刚好我们跟着 理事长去的时候 就是监察委员 有南下来到 卖调这个地方来监察 但是我们那时候 就只有拍到说 哦有监察委员来了 然后到前几天 监察委员的报告出来了 刚刚好就是透过 因为我有追踪一些 新闻媒体 然后我就刚好有看到 我就在下面赶快take文员 然后我们两个就很感慨说 哇我们走了 可是那边的一切的改变啊 还有那边的人啊 都还在继续生活 继续进行 就很想要回去看看这样子 嗯 那我今天在节目上 就达成你们其中一个愿望 我们来call out给理事长 让你们有机会跟他聊聊天 好不好 我们现在打电话给理事长 现在呢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 美亚聊文化协会的 吴明怡吴理事长 理事长好 哎文婷好 理事长 我们现在在录音室里面呢 有两位就是今年去蹲点的同学 文员跟佩慈都在我们现场 嗨文员佩慈 哈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嗨是是是 因为他们两个刚刚说 他们很怀念那边啊 很想念很想回去 然后我就达成他们一个愿望 就是打电话给你 让你们可以聊聊天 可是在你们互相在讲思念之情之前呢 我要先问一下理事长 这两个同学去那边表现的如何 很棒啊 帮我们协会加分的非常多 对外的活动 大家现在都不理我们 我们协会的其他成员 都只是要找他们两个 两个水果 是是是是是是 对 他们刚刚也讲到说 其实他们跟你有讨论很多 然后包括每天要做哪些事情 要拍什么样的影片 那你在百忙之中 然后你其实 透过他们拍这些影片的话 你会最想让他们去 完成哪些事情 然后去让更多人看到 卖聊的哪一些地方 其实当初文员跟佩茨 他们在来之前 因为我们其实在线上 其实我真的时间上面 没办法跟他们很详细的来说明 那所以他们其实到了之后 其实也很努力的 很快的想要了解 协会所在运作的事物跟项目 那我记得他们在来的第一个晚上 我们就先有开了一个小小的会议 然后我们大概也 我也先大概跟他们介绍了 在学会里面 我们现在在在地做了哪些事情 在做些什么 然后比如说 在地方上 我们跟学校的一些合作 还有一些活动 对外的一些活动的参与 那刚好他们两个 在这一次来的时候 都有机会来参与这一些的活动 然后包括到卖聊高中 去跟高中的同学们 做这一些的互动 我相信他们其实 在这一些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也进一步的了解 其实卖聊并不是只有一般 大家的想象 就只有一个台硕六斤的议题 可以讨论 我们可以关怀的 以及了解的 其实卖聊还有更多更多的议题 是值得被外面看到的 那所以在文元跟佩慈 他们在来这十五天的时间当中 我相信他们也看到卖聊很多 尤其我们 有几个非常热情的志工 长期的就是十五天内 这样子很相近的带着他们去认识 卖聊的每一个角落 那我们希望他们透过文字 透过他们的相机跟影片记录 可以让这一些的 不曾被卖聊以外其他的人 认识的这一些东西 可以陆陆续续在他们的介绍当中 让更多人来认识 其实卖聊有更多元丰富的文化内涵 以及我们在地 跟地方青年培力的相关的一些事物上面 让更多人来了解 来认识不一样的卖聊 那他们既然你刚刚说 他们表现得很棒嘛 你要不要分别对他们两个 就是来一段鼓励的话 我应该这么讲 非常感谢就是这一次中华电信 我们基金会这里 给我们的这么好的两组 来到卖聊的这一个蹲点的同学 那其实文元跟佩慈 因为他们都是笑容满面 尤其在这里 因为我甚至他们来的时候 我还在我们的社团里面 就是在地的FB的社团里面 特别介绍就是 最近会有两个女孩子在街上 跟大家在打招呼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热情的招待我们这一些 来到我们这里 为我们做这些记录的朋友们 那我相信他们应该在这十几天里面 也感受到卖聊人的那种热情 有有他们刚刚有说 然后希望说 未来如果有机会 像这样子的活动 其实不是只有关心别人的家乡 你们自己的自己生活的位置 自己生活的地方 希望你们也应该能够以同样的一个角度 然后把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好 告诉更多的人 哇 对对对 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趁现在跟理事长讲的 谢谢理事长 我们希望冬天可以再回去一次 再回去卖聊找你们 文员 当然欢迎啊 随时想要再回来都欢迎 我相信你们那十五天 我觉得还没有真的 百分之百真的认识了卖聊 可是我相信你们也会把这里当作你的第二个故乡 随时要回来我都欢迎大家 不要只有冬天去啦 一年四季都要排时间回去 对啊 有机会的话 有时间的话 都欢迎你们再回来这边走走 好 佩茨有没有什么要跟理事长讲的 就是谢谢理事长 这十五天 然后还有后续 就是对我们的照顾 我们在卖聊真的学到很多 就是不只是在卖聊 跟着理事长去好多地方 更多的是从你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很多 一起改变的那个精神 然后还有你的坚持 就是对 感谢你 我们一起要加油啦 对啊 对啊 好那谢谢理事长喔 不客气 好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刚刚跟理事长讲完话了 现在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跟你的伙伴来讲一下感想 因为这次十五天嘛 那你们一开始 因为其实很多蹲点的同学 他们是可能从国高中就认识 然后大学的时候 久久的做会去 可是你们是大学才认识 然后还是因为社团认识 然后一起因为一个目标 去参加这个蹲点台湾的活动 有没有什么要跟你的另一半说的呢 这十五天有没有吵架呢 有没有什么意见不合的地方呢 趁这个时候 可以好好的跟对方告诫一番 谁要先讲 我想先说辛苦了啦 然后就还蛮感谢的 因为其实行前训练的时候 我们都很担心 我啦 我自己很担心 我们去那边会吵架 然后后来发现 好像也还好 就是也不太会吵 因为发现我好像不太会对朋友发脾气 然后他生气的时候我就 等他不太生气的时候 再跟他聊天这样子 可是我生气都是因为那个啦 就是遇到一些人或是什么 都不是对他 我生气比如说 对对对 就是对着我的电脑生气 就是我们好几次要输出影片 然后闪退啊 或者是一些突然荡调啊 然后自动关机 对对 然后他就会安抚我 那个真的会很生气 好 那就这样辛苦了 对就是辛苦了 还有谢谢吧 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是互相支持 比方说他写文章我改错字 然后我剪影片的时候 他就给很多意见这样子 嗯 我就觉得就是都能帮对方修正 自己没有那么好的地方 对 我也从文员身上学到很多 应对进退的方式 因为其实我觉得 他真的是哇 真的是学姐 就是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觉得他很成熟 然后我有时候就是一个小矛头 遇到一些比较不开心的事情 我就会很想要对骂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暗暗的把我的手 就是拉到旁边去 然后就 或是一个眼神过来 然后就 好好好 我忍下来这样子 对 然后他晚上的时候 就会慢慢的开导我 就像我的辅导员 嗯 所以这15天我想 都可以成为你们生命当中 一段很特别的回忆 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呢 也可以去看看他们的部落格 因为这两个小牛不但人长得漂亮 温比也很好 那影片呢 也拍得不错哦 所以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卖聊一天15小时 那今天就先谢谢两位啦 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咯 拜拜 下礼拜再见 卖聊一天15小时 下台一直攻 拜拜 拜拜